各位大家好 多謝大家出席今日 翁正晶 危險人物的講座 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邀請我們今日的主角 翁正晶 小姐 梁益特斯 陶瑪蓉 小姐 梁益特斯 三反華 有點好幾 我的老衙是假的 好啥 這個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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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多謝各位 有沒有人是前幾年都有來的 也有機會 多謝你們有很多支持 今年如果你們都知道 以前以往劉師傅都會在做 今年劉師傅不在 不過我們有另一位師傅在 德功望重的李登法師 大家給我一份支持 李登法師對我很大力啟蒙 在我以前過了一年的區盤時間 對我很大的支持 現在收藏了我 幫忙收藏你 我現在正式是 李登法師機構裏面的 法律顧問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就是以前我做律師收錢 去給法律意見 現在如果是 李登法師機構裏面的 一支會員 如果有什麼困難的話 關於法律的 可能會給一些公費的意見 李登法師 你的麥克風在哪裏 你會給她幫忙 請問 是不是因為坐着? 應該是 真正仔跟我講 看他的族右左邊 李登法師 右左邊 對了 看到嗎 李登法師 好奇 最近對於空性 都要害肥 否則 也很中心 有很多 遊樂記者 也會有很多 你港大的人 也會講 口感 我也要不知 自己放在哪裏 今天我這麼自在 都因為 多謝他 多謝梁佛祖 多謝麥姨在身邊 附伴我 我會在這裏的原因 其實是出現一個好奇 好奇是什麼 因為我馬上去公審者 他寫了一個平板 他送了一部的 我是看那一本的 其實那一晚我很累 我是很短時間之內要看完它 我看不到那本書 為什麼我越看越害怕 我又看又怕又怕 我看那本書裡面的情緒 我覺得除了那本書裡面 那個不能 他可以讓你看到好像在現場一樣 我一邊看又一邊讚嘆 這個人為什麼不能寫得那麼好 很想把握給他 是不是你自己寫的 但是很厲害 第二樣子就是 就是為什麼可以寫一些這麼可怕的事故出來 然後我就寫了很多很多的想法 就是寫了這麼多本的書 那個人性的 音樂會演人 不會影響你 對人的抵達 其實呢 坦白說 先頭做為演人物的這個題材 最開始的時候 它是一個電台節目來的 這個電台節目呢 當時就在商台播放 我最記得我第一個一起做partner的 就是張堅廷 張堅廷做了這個節目 不夠一個月 他本來有一個叫驚恐症的症狀 不夠一個月的驚恐症犯狀 都是因為太多人害怕 住在他面前的 都是那些人 怎麼會被人殺 湯啊 拿了錢 消失等等的東西 那他就已經頂不上就 走了 然後後來呢 一直換了幾個小字 都有不同程度的經驗 以及受到一些創傷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一直以來 都好像沒事這樣呢 其實就是 一來呢 我想我以前是讀過一個叫做法醫王的 那 我有一個法醫王的碩士 那在法醫王裡面 很多時候我會接觸一些死亡 各樣的事情 其實對於死亡來講 我的體分就不是不夠那麼害怕的 還有死人的解剖 各樣東西 那其實我是有少許 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甚至乎我自己本身 接觸的很多都是謀殺案 那我是香港 少數只是執業 兩年或者以下的律師 可以處理謀殺案的 當時呢 即是香港的法律工作處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謀殺這麼大的案件 你一定要有一個相當的執業的研知 但是呢 我未夠兩年呢 我就做到第一單的謀殺案 拜他所賜的 那一單是一個自閉症的小弟哥來的 那他就沒辦法 可以跟任何一個律師溝通 當時是告他謀殺的 那一單案呢 大致上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弟哥 那他就將那八歲的堂弟弟殺了 殺了之後呢 堂表弟呢 有堂表弟的嗎 表弟 表弟 我堂表弟的嘛 就是表弟 總之就是那個四五歲的就殺了那個八歲的 殺了之後那個屍體就放在紅白藍膠袋裡 然後就丟到外面 那時候也沒有保持死了 他總之害怕起來 他不知道怎樣做 他首先把屍體放進樓上天坦的註物室 然後害怕人們找到 就丟到外面 丟到外面 就是浪江旁邊的泰國菜的寺棚 因為是村屋 後來發現的時候已經開始情形腐爛 在這個過程中 那個父母回來 不見那個媽媽不見那個兒子 就到處找 殺了人的哥哥 還帶了他到處找弟弟 所以在整個情節上 人們就覺得他是一個冷血的殺人兇手 就報了謀殺 謀殺的後果 他排定了只剩一個判斷的就是終身監禁 他是自閉的 那沒問題 那大件事 那他見到屍體 他又不肯說 他自己的單元是怎樣 又不出聲 那外圍呢 只是沒有辦法 這樣繼續直落 他最後還是會半終身監禁 剛剛好 他掛牙呢 就認識到六月鐘 那麼那個死者的媽媽 和那個殺人的那個少年犯的媽媽 其實都是認識到六月鐘 那麼他們呢 就來找他投坐 那次 有些不適合他們 就說了 那些不是很重要的 例如那些親戚關係 就算了 就不是說親戚關係 因為最主要是說 那個重要的地方是哪裏呢 就是說我不認識他們的 是發生了一件事之後呢 很奇怪 死者 或是謀殺人的那個家長 兩個的家長 兩對的家長 一起找我 求助 那些求助 到底什麼呢 他說 死過已經死過了 但是再生過再生 那什麼辦法 他去幫助再生那個 那他就問我 那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不是容易幫 因為呢 他是被告了謀殺 那我怎麼幫他呢 那這樣 所以我要請我們 就是阿楓應先生幫忙 就是在這樣處理這件事 那樣 那 就是鍾薏徵 因為我找他幫忙 因為我之前 我一直跟他做很多 很多的案件 那 但是我知道他做 處理案件裡面 他一是就不接受 如果接受的話 就是要是由頭到尾 跟足 因為一般 如果是找其他律師幫忙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事 通常阿潘都叫他現場 要算數 但是那競爭就不是 他很簡單 就是要跟我一起去現場 看完整個情況 同時就找一個大狀來幫忙 而還要怎麼樣呢 還要我做司機 就把大狀 和他一起再次去現場 看完整個事情 那這個是他處事的方式 我真的想說一說 其實那個點在現場 是因為 我簡單說到的後來體驗 我曾經去見那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 都是不跟我們說話的 都是我們青人 就不理會我們 那他之前那些律師 就是因為他不說話 因為他有疑問 他就沒有辦法 拿到今天就算了 那我們就走了 走的時候 然後我臨走 我就拍一拍攝車人的波頭 他就走了 你不說話不要說 走了 那好了 他就收到電話 就他們的家人打電話來 他說 那個家人的福利官 打電話出來 說那個當事人 想要用正經律師來給他 那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 後來我們就去法輪 就和他轉了律師 就跟了這間案 原來很簡單的 原來就是因為我拍他那一刻 原來這個小朋友的媽媽 就從小時候抽他 就比較少身體接觸 他是需要一個關懷 其實我在這樣拍他的過程中 其實我也不知道 觸動到什麼 他就覺得 有那種的連繫 後來這個案件 我用了很多程式 我用了三百多小時 去和他聊天 那這些用作法輪 為什麼法輪有時候 你想請很好的律師 你加談點 因為去見他那些人 是很少計算的 你只是上法庭的那一天 你是收過兩三千元而已 但是你去探他 抖領也不能拿 所以整天就形成了 如果你通過這樣去找律師 你的律師根本都沒有時間 去了解這件事 那你為什麼幫你拿 所以就沒那麼好 但是我見了這個情況 我用了很多時間 我那時候計算了很多時間 我那時候計算了 然後就和他慢慢聊 慢慢聊 後來就拿到一個信譽 他把事情都說出來 原來是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他有自閉症 但是他因為十五歲 都有一些情窦初開 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女孩 拿到一個女孩的電話 他已經是以他那種 鼓起勇氣地打電話給這個女孩 第一次打 誰知道那個堂表弟 就在隔壁房間 拿起電話來聽 於是那個人 那個人已經是說得很害怕了 第一次跟那個女孩講電話 那個堂表弟在隔壁 不是堂表弟 表弟 然後表弟走到隔壁房間 就笑 於是他吸了電話之後 那個女孩當然是說 你為什麼跟我說電話 多過人在那裡 那個女孩很生氣 就吸了電話 他的火就來了 就去了隔壁房間 就見到那個八歲的 就說你為什麼會偷聽我的電話 他就在那裡嘻嘻嘻嘻 就說他認識女孩 他就一掌推他 他就撞了牆 撞了牆之後 然後他起床 撞了牆之後 他再推他第二掌 他就整個香港大 頭後腦長腿 整腿都是血 他就不動那個小孩 他就很害怕 他都不醒 看著那個鐘 家人就快回來了 沒辦法 他就把那個小孩 拖上去天棒那裡 就由一樓那裡 拖上去 為什麼要去電場看呢 原來那間村屋的設計 有些樓梯很差 一級樓梯這麼高 弄得很高的樓梯 所以他是這樣 扯著他的腳 去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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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撞上去 他因為他自己害怕 他自閉 他又不知道怎麼去做 他慌得不得 整棵牆的人 周圍都是他 那好吧 上去之後 他就把它放在那個天棒地下 就由得他盼力度 希望他自己醒 而他呢 那個腦裡面是沒有想到 他有個特殊的那種想法 他沒有想到我要報警去救他 他只是想到他掩蓋這件事 不要讓人知道 他就馬上拿出那些清潔劑 去抹掉樓下的血 所有樓梯的血 牆壁的血 全部都做了這些事 浪費了 浪費了 可以夠用的時間 接著在這麼慢的過程中 他還要不斷地走上天棒 看看他醒了沒有 看他醒了沒有 好了 到後面 他就 家人回來了 他沒有地方收了 就把那個小朋友 就開了那個樓上三樓 村屋的天棒 的村民室 就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 然後到家人回來了 他就陪著四周圍的村屋找 又找不到 到後來晚上凌晨的時候 睡覺 他們就把小朋友 塞進去尼龍袋裡 仍然不知如何處理 就把他丟進去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但關鍵的情況 就是在於 他推他那一刻的無情力 把他拍到地上 是這樣 後來再加上失救致死 這件案件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 那個樓梯的高度 這個可能是加速他死亡 或者救援原因 後來 石健安 我清楚了這個情況 他自己也要上庭去說 最令人感動的就是 他臨上庭之前 出了一個精神病的報告 精神病醫生確認了 是有自閉症的 但也確認了 在他人生的女徒裏 他得到了一個特殊的人 對他有一個影響 他有一些病情上的很大的進步 他最後上到法庭 他可以把這件事全部說出來 因為他自閉症 他不會說謊 所有對他不利的事情 他在法庭那裡說 全部都清清楚了 我一蹲一蹲樓梯 他的頭是這樣撞上去 我聽到噹噹聲的 他是說得很清楚的 但是背審團 因為他的誠實 到最後 雖然裁定他是殺人罪成 但就不是裁定謀殺 而是誤殺的 那如果法官背山 他本身是一個鐵面的法官 通常這個手法判都變得很長 他竟然說 他已經在那裡激留了兩年 還有兩個星期就中秋節 讓他弟弟回去和家人團圓 當然也加上死者的媽媽 是原諒他的 知道他不是有心的 後來我很快就放他去 我還記得他在排檔那裡 我抱著他 他一直到現在都跟他有聯絡 他仍是當媽媽那樣 我其中一本明顯日物的罪 都是罪寫的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我還未夠連資 我只有兩年 兩年 剛剛都未夠兩年的律師 通常是不會批 這些那麼重的案件給你做的 但因為實在這個是特殊 他不肯跟人家說話 他只是跟我說 所以我就做到這宗案件的律師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之後 我就做很多謀殺案 很多類型 而且單一單都是有智障的 又或者是有精神問題的 全部這些都是我做的 因為我有心機跟他們談 後來就 有一些案件 好像那時候你都記得 有個銀鎖刑的案件 就是無端端有一個死屍的發言 我看這些現場的照片 其實我不怕 尤其是被踩 那些屍蟲 又或者眼裡 最怕是眼裡有屍蟲爬出來的照片 就是眼裡出的最怕 但我看那些照片 我下午那時候吃飯 在法庭那裡 我一邊吃飯 一邊看的 然後有一些隔壁艇 那些人又不太認得我 在說十多年前 還年輕一點 又漂亮 在那裡吃飯 聊聊天 誰知道聊聊天 我看到我在那裡看 你看些甚麼 給你看看 嘩 你都扔了 你做甚麼 你做法醫的嗎 你這樣的事都吃得下 你看 我不是律師 就是這樣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沒有特別好害 所以你問法律師 你很害怕嗎 是害怕 對這個人性 對這個人性 你有沒有會覺得 失望 或者恐懼 或者自此之後 你對某些人 你看到那個 防禦的心多了 因為我記得 我看過你的其他章節 是說 那個舌頭對的司機很好 但後來因為不跟他做藥 司機竟然殺了他 你想想 真實的個案 你接觸了這麼多 對你現實生活上 你會不會有時候 你會不會想和他做藥 你會不會 你將舊友的經驗 會帶回你現實生活 我比較高警惑 因為我不是很危險的人物 是我看很多鬼戲 和偵探片 每一次看的時候 我都會評論 因為那個人這麼蠢 那個人來打你 你不知反汗 你不知走 你不知走 每一套戲都是 啊啊啊啊 都被殺了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有 經常告訴自己 我們這個情況 會怎樣 就像剛才我們所說 你那個狗外狗 我對那個工人很好 但你都被殺了 其實有很多細節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通常被殺了那個 是不會走出來反駁的 通常所有事情 都是控手的 都被人說了 所以那個愛情 我們就很多時候 就不能一面倒這樣看 但是我會怎樣分呢 我會覺得 有些人 他們是對一時衝容殺人的 還有那些主心積累 那些冷血 例如怎樣叫冷血 就是人們明明是 行經幫我們很多事情 又或者有些人 不懂得去林過雲 那些無緣無故坐你 的士來又殺了 那些我覺得 就比較 我不會太有同情心 最近呢 我和你進去做過 一間外展 就是那個Hello Kitty 你們覺得 有個人 斬 有班傢伙 有個頭感 也有Hello Kitty 那個活距圖 是的 我還知道 有班人 撿了個工仔 在那個過程中 拿了回到店裡 拿給女兒 是的 就在那個 嘉年威老套 他等那個工仔 還沒等到垃圾池之前 他是扔在街邊的 那間賣手飾 那間人用手飾的那間店 有人撿了那個工仔 就說 金戴金呢 那麼新鮮 拿回去給家裡的女兒 誰知道後來拿進店裡之後 店裡都押著 怎麼坐地鐵呢 為了撿那個工仔 坐的士 又是計算了 又放出去 後來才說 那間人家的工仔 那間人家的工仔 又抱著他 又抱著他 就抱著他 那間人家的工仔 那間人家的工仔 真的會很糟 而且你想想 你抱著他 那間人家的工仔 又抱著他 然後抱著他 那間人家的工仔 又抱著他 那間人家的工仔 其實我平時 以前他們長大過程中 聽很多的工仔 其實最慘的是 做我的弟弟 我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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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過媽媽寫的書 她說 我不會中文字 我可能不中文字 我會說 不過媽媽寫了這個 我給她說 你不怕嗎 你不怕嗎 我都不怕我習慣 但我記得 有個單狀 你說我以後都不吃沙司包 你以後都不吃沙司包 我都不想吃 我以後都不吃沙司包 我以後都不吃沙司包 突然間我吃醋 不吃肉 我們是說 新加坡人肉咖喱 你現在知道 有說過 新加坡人肉咖喱 好聽嗎 好故事 你告訴我 你咖喱也不吃了 但我吃素已經可以 都是咖喱汁 那咖喱汁入片 對 以前他們小時候 我經常說鬼 給他們聽 因為我經常覺得 小時候有句話 我嚇大 嚇大多威 你說 所以我想嚇大他們 他們小時候 家裡的公仔 我就會拿一些 說鬼公仔的故事 出來 就說這些公仔 你睡覺之後 會有一個生命 會晚上來找你 還有我專門 有個書叫做 多多你死亡日記 他們就迫著 看多多你死亡日記 那些漫畫 所以他們的心靈 比較強壯 所以他們的心靈 最多不像插蝦巴 那你講到哪裏 就是講到 就是 HELLO DITI 最近 有些報告 又再重新說 這件案件 我們收到信 雷月中和我們同時收到 裡面 有一個 其中一個行兇者 要見我們 於是便進去見一見他 好啦 你這樣 其實他們想的事情 跟我們有些不同 那他的訴求 就是講不公道 那為什麼不公道 你說 不過講到案情 就複雜了 因為他一個說 他自己沒有做到 他沒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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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別人做 他只是 在過程當中 就是 他只是 啟水 那些事 所以 是否事件事件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想再講 這個過程 但我想講 本正正 就是 他幫這些案件 他一心 第一件事 就是看看 究竟 究竟 那個案件裡面的情況 是否能夠 他不是說 所有的案件都幫 但是他想 搞清楚這件事件 究竟 那件案情 究竟 現在我們面對著 那個人 他的差距是怎樣的 他要搞清楚 他不是 胡亂說 有人叫他 就一定要幫忙 他不是 你覺得 你覺得 我也是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你不知道他有做過 你還幫忙 他就答過 我的問題 就是有一個反 要叫自殺 那個也是 對 我覺得應該跟大家分享 這件事 那個反應 讓他知道他要叫自殺 都要叫自殺 其實我有些原則 我覺得有些人 很多人 會有改過的 你會覺得他真的做錯了 他改過 他一時衝動 但我真的看到那些人 他真的那種邪惡 你進去看他的時候 就算過了這麼多年 他是邪惡的 現在他是不會改變的 他會改變的 下次也有機會再做 他會做得更好 他只是在那裡怨他 為何當時做得這麼不切 而被人拘捕 他不是怨他 即是其他問題 就像剛才所說的 另外那個個案 就是說 這個人是一個 妒忌心非常大的男人 他是做廚師的 他就因為妒忌 他的女朋友 經常都很愛 他自己和前夫所生 五歲大的弟弟 他那種妒忌心強度 有一天他就等到 這個弟弟放學 他就捉了這個小朋友 捉了之後 就給他吃了一些安免藥 然後把他兩隻小手指弓 用膠塑帶索住 將他扔到海裡 讓他這樣浸死 他還要扮鬼扮馬 把長頭髮弄成長頭髮 又被這個片段拍到 又不認得是他 總之是鬼鬼馬馬 就殺了這個小朋友 後來我收到這個人 他的父母 寫信 打電話 就這樣打來找我 就說這個人一定要見我 就看看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幫他 看看他有沒有任何技術上 你知道 好像剛才說的那單 就是在技術上錯了一些東西 而上訴得值 那你可以重審 當你重審的時候 或者跟控方說一下數 你就可以說我認罪 他認罪 他認誤殺勵 扣減刑期 分分鐘是放的 因為你坐 其實香港說 終身監禁 坐了28年而已 如果你是認誤殺勵 還扣了 10年8年就出來 於是他就想叫他進去看有沒有技術性 可以走出來的東西 那我進去 因為他的父母真的年紀大了 打很多電話來 又省又省 沒有辦法去見他 和他去見的 我問你找我什麼事呢 我想你幫我 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我不會幫你的 你解釋給我聽 你為什麼 他可以把五歲的小朋友這樣殺 他有什麼事做錯都得罪你 就是因為你的妒忌心 你殺了這個胡姑的小朋友 你愛這個女人 你不能夠做到外公求婦 你令那個爸爸沒有了孩子 那個爸爸的 雖然離婚 那個媽媽沒有了孩子 就是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 你解釋給我聽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 我是做錯了 我說這個錯是沒得容的 我不會幫你的 你告訴你的父母 如果我不進來探望你 你會自殺 我說我覺得你自殺 我沒有什麼你可以說 但我希望你如果自殺 等你爸爸媽媽死了 你才自殺 你不要多愛兩個人間 我每天會跟你說 我就轉走了 他都很尷尬 但我覺得有些原諒的族人 是不是 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幫他 這些人是你要在裡面受理的 那個人 那他沒有自殺 沒有了 不是 你要叫他死了 那你快點 那他就不死了 這些都是 你可想而知了 一、二、三、三、三 的人 要妒忌那個小朋友 你想想想 對我來說 不活的 我不是他的朋友 不自首 那另外一個 剛才所說的Hello Kitty 他就是在那個上訴的時候 即是他有些圖案 我們叫做 就說不是一個人做的 那些圖案 就是因為那個法官 在承完審的時候 就叫陪審團 快點給你決定 你們好像一間公司 那些董事開會 開了出來 投票了 那就快點給他答案 你是作為一個法官 你不容忍的感 去引導陪審團 什麼一個公司 你是陪審員的身份 因為他說了這些比喻 不是那麼恰當 所以案件 就推翻重審 重審 那些同案 就慢慢認罪了 就拿了一個教廳的刑 大概十幾年 這樣就放了 於是他就 不是和他們一起同步上訴的 他就自己上去中審法院 當時還沒想到 這個技術可擊倒的點 他就快人一步 那誰知道上去中審之後 你就算有了這個新論點 都沒得再審的了 他當然是很希望 他就說怎麼回案 我就這樣跟他說 我就說 你現在只是想 很不公道 為什麼你和我會阻止 我十幾年放監 但你有沒有從來 在死者的角度 死者的家人的角度 去想過 你到這一分鐘 你還是想到 你自己有幾個不公道 如果你這樣 然後叫人去幫你 叫減刑 或者叫梁振英 幫你去特赦 或者去長籌會 有一個覆核會 可以讓你早點放監 你以為怎樣可以 給你一個原因 給你早放呢 你有什麼事情付出過呢 比如你說你殺了一個人 你說從今以後 我不吃肉了 我犧牲了 我以後就只吃酥了 我都起碼做了少許事 你做過什麼呢 你到現在還這麼自私 想你自己 還說不公平 你大不了死 你殺人前病的 這就是我個人跟他這樣說的 這就是…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反應 因為我已經是火上頭 他有什麼反應 我想他們當時沒有直接反應 他也沒有寫信給我 因為他在找你之前 那時候有很多寫影 我都見過他 但是說回這些囚友 我叫他囚友 其實他們在裡面 他們有很多反省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他們 早前不會去想自己的個性 但是長時間之後 他們真的會反省自己 有些人是敗反省的 那反省裡面就是有部份 就是我不是全部的 就是部份裡面 真的覺得自己是欠了很多東西 要有些東西去補償自己 過去的個性 有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也有時候覺得 就是有時候我們不要一隻手打成船人 有些人真的會反省 有些沒有的 我昨天有一個基金 就是我們每天都成功做了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那些小年犯 在裡面就沒有一個確定年期 也不知道會後多久 其實我們供了很多人去大學 其實現在裡面有好幾個 出來了 讀了大學 有很多人都去了他們做事 甚至乎結婚 做得非常成功 都是國際社會 有些甚至乎可能有資格去選二元 也真的有些很好成功 他們那些真的通心 就是覺得自己做錯了 但是也有很多是假的 裡面最喜歡假的就是 我現在就有宗教信仰了 我現在是懺悔了 但是其實是否真的這樣的呢 你看得到的 我覺得我們這裡 坐在這裡的人都充充兵兵的 就是有真有假 但是有些人真的可以說 始終是沒有辦法使出那種邪惡 但是梁耀忠呢 是有救無慮的 梁耀忠是很有趣的 他會說 你如果要找一份梁耳元投救 你比如老公老婆家庭糾紛 老公找他先 就是老公對的 老婆找他 又是老婆對的 他始終是誰來才知道才可以 他們從來都不像我一樣 就是罵客的 你這個人該死的 你可不對的 你不夠有自取 我是會這樣 因為這個有分別 做了這麼多個案之後 你相信是人的性本善 還是性本善 有沒有人問過你 我覺得是性本善的 但是就算是十惡不赦 人的hater 我都喜歡她那個女人 她有任何惡的人 都有善的一面 任何善的人 譬如你說去到戰場上打仗 不是你死我亡的時候 就算白兔子也會開槍 所以我覺得這個善惡是反來反去的 看看你對甚麼人 是吧 為甚麼你的樣子好像一隻豬一樣 你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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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最初的性本善變性本善 你不聽完這句 我知道你是甚麼 你不是說是人 本來的mation 本來的mation 你不贊成 你出身是否是evil 他都空巢那個 三個 我都不贊成 沒有這些 你不贊成 你覺得是善的 我覺得家庭、環境、社會 是很高興的,人們是建成成本屋 但我覺得人本是有事業的 媽媽做得很成功,她在她面前說了這麼多事業的事業 她都覺得人本是成本事業的 但我想先問了一件事 剛才提到的單案,你叫人去自殺 我沒有叫他自殺 我沒有叫他自殺,你叫他自殺 如果他用心對那群民主 佛教的道理會否成為天人? 可以,最重要是參與 參與的力量很大,參與的力量很大 參與的力量是想不到的 可以改變了你一生,乃至你一生生世世 可以參與的感覺 同樣地相對的一個寬恕 這個力量也是很厲害的 有甚麼宗教都是有這個論文說寬恕 但我覺得我的理論是 可以否認同,但不可以否認同 所以這是保護自己的一個… 我可以寬恕你,但不可以忘記這件事 那你就會在背景裏面有一個自我保護的事 很簡單的,我告訴你一個 現在反正你做律師都可以說的 不愧是,你做律師有很多制爪 這個客人怎樣怎樣 她問你,她是怎樣的?她說完了 不是,你現在還未執業,對吧? 你快來執樹葉都在這裡執業 那就是這樣的,一單案 我跟他們倆拖深屋廢去幫 幫了六、七年 我跟他們做的事都沒甚麼好貼過 都是六、七年去做的 我們很辛苦,出錢出力,還要出事 出甚麼事呢? 一單案有兩個同案的 那我就不說是甚麼,大致上說少少 例如說他們的事 那這單案有兩個同案 他們都是希望要減刑走出來的 於是上到法庭就要求減刑了 那在這個第一個過程裏面 出來的結果不是那麼理想 他們得到減刑是很少的 兩個都得到很丁點的那麼多 譬如說30年的就減了變29 那其實很不同 那其中一個就跟我這樣說 就說姐姐,我們現在要上終審了 這是我最後的機會 我如果要上終審 我唯有一個上訴的理由 就是我律師沒有盡全力 我可以說你做錯事 我要招職你 然後用這個理由 讓我可以有機會上終審 我只有這個機會 我可以上終審 你要原諒我 因為我要為了自己 早點放出來 一定有人教他 才會用這種巧合 裡面的教人 每個人都是精靈 不是很精靈 你去問問他 他們很精靈 他們的轉數是高於我們很多的 他們的世界跟我們有不同的 一枝牙筍可以變九十多人 我們那個收音機 叫貓仔的收音機 你可以聽電視台節目的 是全部電視收光的 所以這個王維基應該採訪他們 他就這樣跟我說 他就說 姐姐你要原諒我 他就叫他做溪爺 叫他做姐姐 我就說 如果既然是這樣 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都阻止不了你 但是呢 跟一個外人或一個 他就跟我說 他們一齊見 他就說 我不可以這樣做 你扣心扣肺地幫了我們 讀七年中 供我們讀大學 讀了那麼多書 我寧願坐 坐足這麼多年 我都不能這樣做出賣你 我都不坐 都坐了那麼久 我寧願坐 我坐足足三十年 我不會這樣做 那你記不記得這件事 他在我隔壁 是吧 好了 那因為這個外裏面 有一個人是不同意這樣做的 那就沒有辦法 可以用這個理由去再上訴 但是我們後來都想出 另外一個方法去 真的上到終審庭 到最終都減了 減得更加多 那現在這兩個人呢 都出來了 那個乖的呢 那個說 我怎樣都不會出賣你 我寧願坐足這麼多年的 那個呢 現在做得非常成功 生了一對子女 事業很好 另外一個 又再犯案 再犯案 又再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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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會看到 其實人性有很大的參差 我其實當時都傷心的 你這樣去幫他 他都會這樣做 所以 人性 你說本善還是本王 我都不會回答 但是你會看到 有惡是有善的 還有很多 例如說到十惡不赦 殺人放火 那些狂魔 你真正到見他的時候 你又覺得他不一定是狗 所以有時候都很難界定 不過你也看到不少 這個你也看到過 這個 這個那時候都是不妥的 有一次我生 我好像是過這個 新年 即是西式的新年 我和他一起 和他兒子 劉師傅 那我就說 不如今次 全部人都放牢了 我們一起去太平館 叫那些 全部剛剛放牢的 那些 泰國人的少年法 一起出來吃飯 就想 哇這個彈開九像院 哇你不是吧 叫我去 是他在這裡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還記得 你很害怕 我還沒介紹自己 給他們 說了他們的案情 他們的歷史 犯了甚麼罪 和很仔細地說 那些殺人的方法 那些恐怖 現在想想 我都會有認識 但我這樣來判斷一個人 我覺得有一點對付不住 不用緊 我會介紹你認識我 我知道 但他是好人 我沒有用這個 我喜歡你 來這樣 批評他 這個年輕人很好 他會立刻自我反省 他以前不是這樣想的 他以前 說 這麼多人不拘捕 他會拉錯你 你這樣 你這個心態 你怎麼做律師 警察拉得你 你一定有做 以前是這樣的 但現在他真的改變了很多 你將會是一個好好的律師 我希望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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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現在的社會上的歧視 都有的 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 這家又不開名 這家是在香港 叫做罪案市上 一個算是極度兇殘的 一宗案件的 一個涉案人士 這個涉案人士 後來我們就幫他爭取到 讀大學 讀書 就給他假釋 就是給他祖放出來 你祖放出來 一定有個地方請他 他到那裡就已經請到滿了 所有的人都差不多去了 他那裡 我都要盡責任 我律師 就請一個 好了 就請到了 因為這個人 比較是史上有名的 亦裏面 情節也都是奸殺的 但是他因為 那時候參與的程度 他是弟弟 而且不是參與得很高的 但怎樣都好 就請他來我公司做事 我記得我公司的人 本來每個人 都見公司包可食 每天下午都包可食 沒有人包可食 沒有人包可食 那些人去上街 走很遠的路 總之就要繞過門前的 連那個當事人 自己也知道自己 很害怕 又躲在房間裡 我叫他幫我做的 就是關於法律的書 因為他已經讀了很多書 把英文翻成中文 每天躲在裡面 而且因為那時候的假釋 他不准下街 下街也會登記 還有福利官 每一天都會來檢查 你還在不在 因為是重案 他至晚上都不能去哪裡睡 要去特定宿舍 全部東西 終於宿舍 總之就是很多限制 你經常會有人情教主的人 上來看看 那些人每一次就很害怕 後來呢 他終於做了多久 三個月有沒有 不止 有這麼久 有這麼久 做了半年 他這份工作就不可以不做 如果你不做這份工作 你就要回去 因為你這個叫做中途的過程 他有一天跟我說 你姐姐 我在你這裡 悶到真的受不了 我寧願回去 然後我挺傷心 我覺得直晴天飛的 我這個 比監獄 我真是 我頂不住 你讓我做點東西又悶 我這裡又沒有人聊天 我又不准跟學生 去廁所也要寫一張紙 他又被人來關注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我生氣了 又生氣又傷心 你還記不記得他這樣跟我說 我寧願回去 你跟我跟我說 你聽我不做了 後來 後來 不知道在哪裡 又幫他找了 有個 有個 音響公司 後來就 承接了 就請了他過去 但是 這是一個人生裡 覺得挺奇妙的事情 你又想幫他 他又想死別 還告訴你 我寧願回去 這個是機打馬擊的 你明白嗎 他現在不錯 現在有幾個 有幾個分 就幫一個封門機構做事 那自己 業餘還是開個小檔口 麻煙 太太又很幫忙 整個家庭都不錯 當然 透過這個 如果有這本書 又記得今天我們講的句話 不妨我們也給我們身邊一個人 你一個人 也很重 是的 其實你看到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一個愛心 做一個人 做一個人 在我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挺值得說的 就是 我其實不僅是有兩個女兒 我有三個女兒 這個第三個女兒 是我收養回來的 這個第三個女兒 我不可以開門的名字 但也是香港最愛市場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她的女兒 誰會流離 讀書都沒有學行收 在大陸讀 後來我是 因為她讀書 為什麼 因為她有這個爸爸的背景 他們大陸戶口有很多問題 她因為有這個政治背景 或者是有爸爸犯了她 所以在戶口方面有些問題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正常 沒有辦法正常 而且被人律斥 所以這個女兒我收了她回來 現在已經做到大學了 這個我自己親自照顧 但這個女兒一直都收起來 我兩個姐姐都很疼她 我還記得因為多了一個女兒回來 以前萬二她們每一年 可能讀書 可以回來香港多兩次 我跟她說 家裡多了一個小朋友 以後你們所有的事都要省 就省回給她 我兩個女兒都很合作 而且都算是很疼她 我會妒忌 沒有 我沒有妒忌 我沒有妒忌 沒有妒忌 阿妹沒有妒忌 我相信都沒有 但阿妹搞到哭得很厲害 因為她幫她剪頭髮 剪得她脫掉頭髮 所以不開心 也沒有關係 但其實這個老哥 都是當了我媽媽 他每次見家長 又要扮家長 都挺開心的 所以現在這樣說 我其實有三個女兒 不是兩個女兒 我每次都問自己 我能不能當她是親生的 去對她 我總是覺得 我一定會愛自己的女兒 多一點 但到最後我發現 原來我可以 真的用一個平等的心去愛她 而我可能 甚至乎 愛她在某個層面上 多於我兩個女兒 那那個女兒 知不知道 你幫她 知道 就是因為她知道 所以她安樂 所以她不會搞事 因為她其實 一個人 你做這麼多事情 你都是為了家 你都是為了打家協社 你都是為了家人 當她知道 女兒現在安樂了 所有事情安靜了 她會心穩定 她心穩定 所有事情便好 沒有再搞到什麼事 那我想 再一個幾年 可能會有機會 不會出來 但是 我想這個過程 在這個律師生涯的過程 就是感受到很多愛 當然也有些不好的 不過不好的始終都是佔少數的 我兩個女兒 也在這個過程中 受了一些教育 起先都很害怕 在家裡又接這個人回來 劉師傅 正常是害怕的 你不是吧 你這樣 我真是害怕的 但後來接觸了之後 就不害怕了 就開始 慢慢地帶回就好了 師傅 其實最害怕的是她 我家裡有個女兒 她經常招呼 你欠人回來 但是後來接受我 好像在看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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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少少少 剛才大家可能聽到 孔靜靜說 她對一些空殘而有興趣 所以大家感覺她 做了一個案件 但其實我跟她 要拍檔了 拍了十幾年 但我覺得她不是 真是 這個所謂的 喜歡看空殘的 才是幫一些案件 其實她有個心 一種隱妙 我覺得她 那個心 就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愛人的心 第二 就是正義的心 就是兩個心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她來講 很多案件 在裡面來說 她是要保持世間 適合那個案件 然後覺得 其實有正義的不一樣 她很想跟正義裡面 真的去伸張 要做很多事情 這樣做 這個她做 她做的時候 就真的 用心去做 就是 如果做拍檔 那時候就很辛苦 特別我 就是 搞到我 真的好 很慘 你搞到我 我常常問她 你什麼時候做好啊 什麼時候好啊 你什麼時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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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買放大鏡 你知不知道 晚上十點半 叫我買十一個 不是 十一個 十一個放大鏡給她 她說 明早就要用 為什麼呢 就拿給她一個 裁判主 不是 她睡覺 她坐在一個地方 你聽到十點半 叫我買放大鏡 你怎麼買 因為我是九點半 那時候才發現 原來 控方 即是彭湘瑩那件案 其實 我聽到這裡說了 都不做律師 她說 不知法制度 是不太妥的 如果她們要蓋住 那件案 你居然可以 證物又不見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可以真的消失的 你想想 無端端 在屋裡發現了一個死屍 那個死屍 那個上半身 你看到床上 那個頭 就會掉下去 沒有那麼遠的垃圾桶裡面 垃圾桶下面 有一個用過的避孕套 那很難過的避孕套 是否很重要的證物 可以呢 竟然呢 到我們死屍庭開的時候 A就說交了給B B的警察就說交了去發刑所 發刑所說沒有收過 就不見了 那麼 怎麼問都問 那個事情 都沒有人可以說 所以不會有這種用 在那個 然後呢 你說要審一張這樣的案 這麼大的案 一張的文件 都沒有的 全部都是 即是靠口罰口罪的 給這些東西 我根本就想著 你根本在這些東西 你找不到證據 幸好呢 我就逼著 就說你給一些現場的相片 你說你沒有現場的相片 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 結果裁判官就說 是啊 你這麼大的案 我們起碼現場的相片 我就拿了現場的相片 他們想著 你拿著這幾百張相片 你來得到什麼 你做得到什麼 誰知道我九點半的時候 沒有人還看著那些死屍相 接著呢 我就拿個放大鏡來照照 那些相片 讓我看到原來放大鏡 放大了地上一張紙 紙上面是碎單 還有個名字 接著我發現 放不大的 然後我就拿個放大鏡 不斷放上面的相片 讓我找到無數的東西 於是他就馬上打電話給他 我明天就要告訴法官 給陪審團看 然後就叫他去買放大鏡 就是這樣 於是他又呢 他不知道在哪裡買到回來 他好像去廟街找的 他真的好用心 就不單知道 有一次還有什麼 有間案件 就是要找證人 的士找證人 他真是很厲害 然後我和他一起去他 心裏部門 和他整條街 所有店舖 真的好像電影一樣 就不是他去店舖 也不知道他一人 一人贏什麼 動了整個眼鏡 就是這樣做 其實這些不是警察做過什麼 警察當然是想你入罪 還會幫你找你脫罪 你會說是嗎 他不能夠你 他真的希望你入罪 他為什麼能夠放你 其實說一件更慘 但是幸好 有個年輕人 乖兒子來的 學小提琴 放學 那個人都挺老實的 我看見他 有一天 他坐巴士 突然間 他前面的女生 就轉著臉 說他摸他 但是這個學完小提琴 經常學的人 他累都累 他自己所知 他就一直在車上睡覺 樓上的巴士 他怎麼說他非禮 他就說巴士 這個座位 和前面的座位 中間貼著牆 有個地方 他把他伸的手 你明白嗎 在這個座位 伸的手在這條縫 摸他的胸 我不說他 好了 警察當然是受理 但是那個男生說 我真的沒做過你 好了 你口同鼻咬 其實最慘的是 男士們遇到這些非禮指控 因為你跟他兩個人知道 沒有第三者在 跟他說有你 沒有 如果他的愛情說得好 和口供給得好 那個男生入罪的機會很大 而且我們做律師做得來 有兩種證人 第一種證人 就是講真話 都好像講假話 是啊 你打算講真話 但你上去坐在法庭上 你見到法官就震了 你就很害怕 那個氣氛很害怕 那你就會說話口疊疊 你其實是說真話 但你就說得好像大話 很多人 我們看到這樣的客人 就會考慮要怎樣給他證供 第二種人更恐怖 就是說假話 都說到真的一樣 有些人說大話 都說到會非 就算是說大話 都可以說到真的一樣 你遇到這兩種人 很多時候出來 結果就不公正 好了 那怎麼辦呢 那個男生我相信他沒有做的 後來我們唯有了做事 怎麼去幫他呢 就是抄低他當時坐的巴士 因為後來是折停了巴士 拿下巴士的刑號時間 全天人連連連 我們那些整班 就是整班 很多人想打電方的律師 都等巴士 等那個巴士來上去 找那個位置 量度那隻手 是否過得到的 結果是降不到的 根本怎樣都洩不到過去的 後來就因爲這樣量度好位置 影了照片 找了專家來 就沒得打了 做證人那個人不是很受理的 知道嗎 是的 還有一個證人 還有一個證人 指控他見到那個男生去摸 我們就有些懷疑 那個做證人的人 就是他跟我 他就是坐在那裡 在隔壁的地方 真的就是那個人 這個是那個男生 這樣去弄了他一下 然後讓他醒來 就說是後院的女生 應該不是他做的 做了之後就辣了後院那個人 那你就要整班 叫我們幫他全組 但是你說你叫警察幫你 就很難的 我們還有一個外共產的 一個老伯伯 都有80多歲的 就去蜂閘那裡買東西 是地牢來的 那就被一個女生 就說他摸他 在後面摸他的臀部 那那個伯伯 就有利沒有利 就被人拘捕了 就拘捕了 就說要告了 又說成了 那後來就很困擾了 就經常走上來 我孩子一直留住 就叫我幫他 那女兒幫我找律師的 哭了 那我幾十歲年 我也不知為何會被人這樣說 後來呢 幸好那個警察 竟然連那個CCTV都不會拿 就說他的 結果我們就去問那個店 就拿了一個CCTV 根本那個受害人 左他走右 大家都不拉奸 根本整件事拍出來 就拍到他衝下來 買了東西吃的 但是那個困擾 困擾了六百八成兩三個月 因為他自己知道沒做 兒孫滿堂 李麥還說他非禮幾年聽 所以其實 但是有一個不好的現象 就說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會 你不能打的了 你認罪吧 你認罪最快 不用浪費律師費 那如果遇到這樣 很多人其實就很冤枉 很多人認罪之下 其實是沒有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法律上 我們開始是否希望 英國五行律師不要退休 我們開始是否希望 即是你不懂事辦 或者他真的那個犯人 所作真的做過的事情 你都可以用一個內心 或者外心去看整件事 不同的角度 這個是很難得 最重要是你教育到你的下面 他會認識 他會說 我當日不應該這樣 去Lago 標籤了那個人 所以我會害怕他進我的家 這個很難救 我相信都是成功的 但是被人罵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說香港律師 不負責查案 美國律師看電影 那些是負責查案的 負責查案的律師其實很少 我是好像社工的查案 什麼都齊了 可能真的看得多 但是出來的結果又好 你別理我 是吧 你彷所言那件事 你這樣都讓我在上面 找到那麼多真相 我就是肯放多點時間回去了 還有 我有些事情 我有一個尋根究底的心態 我想知道真相 我知道 我是自己有這個需要 知道真相 你們各位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的包包裏 多了一疊他的卡片 原因就是 我給我的親朋戚友我了 你有些什麼事情 不要理會那麼多 去到警察局 就拿回了 我檢查他 他可不可以放肆 的確是因為最近發生過一些事情 在警察局上 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對方一看到 他的卡片 立即 哇 態度完全不動 就是根據正常本子 就是應該查案 辦案的那個態度 所以我現在開始明白 因為他的辦案 是會在 我相信在你自己的圈裡面 一定是有人聽過 如果不是 看過那張卡片 大家都立即 支持那些流氓手段 或者男子太共 立即沒有了 其他不公正的警察 這個是衰弱的 如果發生的朋友 就被人拘捕了 其實真的很冤枉 就是他在一間餐廳 有一個人 就拿了假身份證 來打工 就拘捕了 他都不知道 他檢查了身份證 我們其實都已經在電話裡說 你不要說話 就等律師來 但是在我們還沒說到的過程中 就被人拘捕了 嚇他 幾十件事 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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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和你老友 你怎麼說 就是用了這些方法 然後又不知道怎樣 拿了一張卡片出來自情 然後就 撐住了 立即走 那些態度不同 後來他們出來了 沒事了 立即說 那他們是招勢 聘請員工的程序 但是當時警察局 那些警察局 那些警察局 那個態度就是 頭頭就好像他剛才這樣說 是假裝了 我和你一起的 你沒事的 你口供就可以了 口供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口供的傾向 就是要告訴他們 你認就可以了 但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是黑工 他當然是不肯認 不肯認的話 他的態度就不一樣 那變了對方就開始不說話了 一不說話 他就開始兇他 幸好我之前 就給了一張卡片 那當人知道 就拿了一張卡片出來 我要找我的代表律師 後來這個人很順利 沒事的 出來之後我問 喂 你知道原來翁律師的卡片 很厲害 如果出來 那些警察就 立即不同態度了 不同態度 不是偏師 不是偏師 即是跟回應該要做的事 就去做 就不是再之前 又兇他 又用其他方法 去哄他說 其實他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後來才明白 如果我現在更加明白 你會說 是可以的 你也說師傅 我不是卡片 而是符 來的 其實我們這個講座 有多久 那個 那就好了 我們有很多時間 我們 真的很多人 你有甚麼要說 你有甚麼要問 你有甚麼要問 為甚麼 香港好像很少女性殺手 有 有 你這樣也不理 你這樣也不跟我說 你把男人都說 我告訴你 阿婆殺手 給你聽 聽不聽 為甚麼沒有連接女生 那你再說 說個女殺手 給你聽 就是連環殺手 話說 下一天 有個小朋友 大個都是十歲八歲大 在電視 看到自己的婆婆 為甚麼在新聞片裡出現 蛤 這原來是個連環殺手 自己的婆婆做了阿婆殺手 案情是怎樣的 案情是這樣的 每一天 都會有很多婆婆 會去街市買菜 有時他們拿了很多菜 比較重 就會有這個女人 即是這個婆婆 這個連環殺手 就說 阿婆你拿著東西這麼重 這個連環殺手 大概五百多 六十歲 不是很老的 即是拿到五十 她說五十多 我叫她阿婆拿來摔 真的 這個五十多歲 都是做了婆婆級的 就跟那個七八十歲女兒說 阿婆你這麼重 我幫你抽 你住哪裡 那就好 真是謝謝你 就抽到上去家 抽到上去家 就慘了 一放下了些東西 家裡 如果有 她就按住那個婆婆 按住之後 家裡有繩 就拿繩 沒有繩 就拿膠紙 就拿膠紙 就扎起它 扎起它之後 就拿木櫈 就拿木櫈 拍到融融萬爛 那些劇 你看看那些上面 現場 牆壁 周圍 全部都是雪花四剪 就像拍薑一樣 拍到爛了 然後呢 就把那些耳環 那些耳環仔 那些人紅很多 耳環 肉戒指 錢 全部有些人 手掠完之後 就拿走了 殺人一個一個 那陣子 起碼也有幾個案件發生的 最後 她就被人捉了 被人捉了之後 她就認回自己 之前做過的 拼案件 但是她其實自己也是一個黃河 為什麼會 下午又很正常接過孫放學 早上也很正常 送孫回幼稚園 但是 到了下午中間那段 她就會這樣殺人嗎 其實我們是 我沒有幫她做案件的原審 我幫她做上訴 做上訴其實已經太遲 因為 其實香港的案件 就說你原審的時候 你有什麼證據 你都盡量要拿出來 如果你原審的時候 應該拿出來的證據 你不拿出來 到了上訴的時候 法官有權讓你用 有權讓你用 這些申請工 那些申請工 那申請工是什麼呢 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她每一次 說殺人 為什麼你要去殺這個人 她說 她是四妹的乾媽 所以我就殺她 四妹的乾媽 和四妹騙了我很多錢 我所有的錢都被她騙了 所以我就殺她 但是她每一次殺的人 都是四妹的乾媽 於是我就開始懷疑 但是她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後來問清楚 原來這個人 這個婆婆 她有個老公 她老公過世的時候 剩下了一筆保險金 大概有一百多萬 她拿著一筆保險金 本來都可以好好過世 誰知道 有個朋友 她不知在街市 認識了一個人 後來就介紹了四妹的乾媽 就借了她那筆錢 然後就找不到這兩個人 於是乎她自己的兒子 生活又快了快了 又欠了大魚窿錢 又被人追溯了 她的壓力就很大 所以其實她每一次去殺 這些婆婆 其實她假想 還有裝那個四妹的乾媽 投射了一個死者身上 其實她應該是有精神病的 而且也找到她的病 看到她 其實精神科醫生是叫她去覆診的 所以我們很想把這個證供 在上訴庭的時候 踩進去給上訴庭看 大學人口出了 是維持軟判 是終身監禁的 但如果你在原審的時候 一早看得到 為何她憤憤口供殺過的人 都是同一個人來的 就是死了 你又殺過 你就是撒起不了這些東西 所以就說 有時候就是差了一點點 她現在是不會再放出來的了 她一直會坐在你 而且你殺一個 和殺兩個人的刑期是不同的 你殺一個人大概 都是在28年左右 但是好像 你是連環殺手這類 那個疫情很難評估的 所以林國雲現在到現在幾多年了 她有30年都差不多了 她們的時間會長很多 所以你說 沒有女人殺手呢 是有的 而且是 但是我覺得她是為了殺人去殺人 或者是為了錢去殺人 我覺得我有更多的東西 你同意外國的看法 是女人殺手 是比男生更恐怖一點的 我覺得最恐怖的 在我看這麼多的殺手外界裡面 是弟弟的殺手是最恐怖的 有些連環殺手是幾歲大的 例如最出名的史上 叫Mary Bell Mary B-E-L-L 你們可以上網看的 她這個小朋友 這個小女兒 是殺了她的同學 一個一個殺 但殺完之後 你完全是不可能想到 這個小天使做的 多少歲 好像不夠10歲 不夠10歲 不夠10歲 但是她是誰來得罪她呢 她就會撤到那個服 讓你去死 那你說這個是聖本善 善定性本善 還有一個 亦都是史上空殘的 就是小哥 還有一個小朋友 被人在火車裡滾開兩半 殺手都是幾歲大 也只有八九歲 那你說最恐怖的殺手 應該是弟弟的殺手 因為他們殺完之後 還很天真無辭地 走來拜沒事 然後再繼續去計劃殺別人 那你說法師聖本善定性本善 這個人說到的人性方面 你剛才說得對 我們教導裡面 它是有兩邊的 黑暗裡面有光明 光明裡面 它又會隱藏了一個黑暗 所以 認識到一個叫做好朋友 或者叫做 不要說好朋友 應該說正面的朋友 很重要的 我們讀書沒有一個叫 萬武三千年 萬武三千年的意思就是 為了他的兒子 要遇到一些 有正面 正確價值觀的同學 所以 他就不斷 和他的兒子搬屋 當然 今時今日 我們搬屋的原因 不一樣 我們回答你那個 聖本善定學 是因為在人性當中 兩邊都有 好看你身邊的人 那個助言 你好的人 正面 那些人 或者是私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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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私人 那些人 就會出來了 相對 如果是物以類罪 那些人 是黑暗 或者是價值觀錯誤 那些人 那就比較難 但綜合 我看了這麼多的書 我就覺得 其實細溫仔 是比大人更兇殘的 殘忍的性是大一點的 因為為什麼 你看孝蓉欺凌 他們可以做到很重的 小朋友的殘忍 和大人是比較不同的 但小朋友是可以有能力 做到很殘忍的事情 譬如是 說一些很傷害症的說話 道記心很重 又或者是傷害小動物 如果你看回 某一類型的小朋友 一年紀輕的人 他們做出來的事 其實可以兇殘過大人很多 因為小朋友 他突然被人與人的過程 就是成長 人與人的生活過程 因為他對於感情和感受 是很薄 所以很多時候 一有自己衝動 就可以很容易發笑出來 你也不想到後果 也不想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沒有這個經驗 而且取笑人 完全是不需要經驗 只是經過這個想法 好像我們說 連環殺手 其實你看到小朋友的時候 會有一些跡象 連環殺手 通常都是來自破碎家庭 而且他們很小時候 就會對動物是沒有言吻心的 會去殘害一些動物 又或者會去對同伴 做出一些很不人動的行為 這些都是連環殺手的前身 所以我想你們也要留意一下 小朋友有沒有這些現象 很難說 以前我和我弟弟都會有些 做些貓眼毒藥 做些這樣的事情 做些金魚 都會有的 但是現在回頭 所以就要更加留意和小心 我兩個女兒應該沒有這些 但是他也經常畫 一些很恐怖的照片 畫一些人的眼球 又畫一些以前的男朋友的眼球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應該來看你畫那些大作出來 有沒有那些風都是淋淋的 不是的 哇 興趣來的 不是的 還不需要興趣來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的恐怖 那不如這樣吧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問問我 我們可以聊一下 互動才好 我們往年也有很多人問 拍卡片 拍卡片 這張卡片並非自扯 告訴你 家人的卡片更換了 換了你的法師的卡片 拿了你的法師的卡片 不知道還不自扯 沒有用的 因為他沒有你的律師樓 那個名字 他真的換了卡片 不是搞的 是 他退休了 聽你很多年 我知道你想到完美殺人計劃 你問我什麼時候出來 完美殺人計劃 我不敢寫 因為有一次 其實我的完美殺人計劃 就是殺人那一刻 就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大問題就是 如何處理這個屍體 原地犯人 有一次我和我 Rosela的助理 一起坐的士 就在說我這個 如何完美殺人計劃 如何處理這個屍體 由大步坐到尖沙咀 的士司機 就已經差點撞車成功 所以現在一個新的地下車 但又很害怕 然後認得他的車牌 所以成為了這個試驗目標 所以我想就 不要說了吧 當然你說剛才說的咖喱 這些都是一個方法 但是 有完美殺人計劃 但我覺得就不會寫 寫出來的話 就太過教壞人 會訪校訪訪的 不過你替手想寫兩本書 你反而可以 看你寫的那本書 可以治療它嗎 我現在想寫兩本書 一定是你們不合適合的了 一本就叫做 如何考第一 有人騙 這本書是賺錢的 為甚麼呢 自古有子女也要買 自己進修也要買 尤其是我 連年都考第一 考得明年前茅 我有一個讀書 整套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考得很好 一個一個 如何去考第一的方法 這本就不肯定賺錢 第二本我就不敢說 說出來被人偷了 我就沒有了 但也是一些 看完之後 可以有很大的低益 改變人生的書 至於危險人物 要找到資料搜集才可以做 我其實心目中有個人選擇 就是這個 Carol 這個Carol 就是我Facebook的網友 這個Carol有一個特異功能 就是你只要有一件事 被她知道 她在網上 或者在這個世界 人物地球的地方 她都找到出來 30多年前一份展報 她一兩天就找到出來 她是找東西的大師 我很希望可以幫我做資料搜集 如果我找到一個這麼強的資料搜集 我就可以繼續寫這件事 如果不然就比較難 因為你要找很多東西 要找法庭的紀錄 又要找一些展報 那個工程比較浩大 而跟我繼內的人 很多人都退休了 現在有些人去做別的事 我記得我第一個 是資料搜集姓蘇的 以前你們看到第一版的書 你會看到有個姓蘇的男生 那個男生 因為晚上我是很怪的 我寫的東西 我是凌晨寫的 所以她上班下午5點鐘 回到凌晨5點這樣 晚上不睡覺 我又不睡覺 晚上不停在做創作 拿著她的電話 過了七、八年之後 她的身體就開始變得很差 後來她就結婚 她老婆就說 你不要做這份怪工 就叫她訓練身體 現在她就做了救護月 她現在變得很健碩 現在變得很健碩 沒有了一個得力助手 但是這個男生 當時已經是 什麼資料審查都認識 什麼法律 所有範疇都認識 差不多可以做律師 那個資格 所以沒有了一個得力助手 沒有辦法 現在就看看 能不能睡覺了 Karen幫忙做 我回答你的問題了 如果你想知道 如何完美殺人計劃 你真的到那個時候 你才來找我 沒有了 所以我沒有了 簡單說 我們很多時候認為 有人殺了人 肢解 那你就會用一些電鋸 是吧 其實這是最傻的方法 因為是周圍飛的 我看見 我有一本書 我不知道是否寫過 一個叫做旅行殺手 有一個人 他用了一把很小的刀 很利的 他就一路同時間競賽 我不記得是否是興人物 他是怎樣 他是一個外國人 他是周圍周圍的 周圍周圍周圍 周圍周圍周圍 跟你坐飛機坐 你怎麼發現 你住哪間酒店 我住那間 我住那間 我還沒訂 不如一起住 分間房間 我和你計算錢 一起坐的士 好了 他就這樣欺負別人 欺負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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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負你之後 拿了你的信用卡 因為你家人想著去買東西 在三四天之內 不斷狂路地 都不會被發現 他怎麼做 他會拿一把小刀 他把那人整個刀 丁解頭 在骨架的地方 一挑 手手腳腳 他就要到那個人 過了身後 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血量慢了 不會掉出來的時候 他才在洗澡缸上 把他放血 然後解開 他自己都要記錄下 每一節支解 他的速度 他先頭40分鐘 然後他破綻自己的紀錄 23分鐘 就把這個人全部拆開了 他在教堂上一劫 就找出來拆 最後他會把他放進行李箱 拿出來扔進南海 然後他怎麼都發現 就是那個行李箱 爆開了 在新加坡的東海 找到浮屍 然後找到一個雲身 才發現 所以 其實你說 所謂的完美殺人計劃 就 多數都是在這些案件 找出他的做法 和他的錯處 但就不太好出這個書 這些書就是 給他九把刀寫 是 是 首先 今天很感謝各位港姐的分享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如何看反社會人格 或者你在香港處理案件的過程當中 有否遇過一些反社會人格的嫌疑人 謝謝 反社會人格 其實你上Facebook也很多 那些人 通常我看到有不少 最近我們都有遇過的 反社會人格 其實他什麼 我好像這樣說 我們最近在Facebook發言到 他有一個人 一位先生 他可以做到怎樣呢 他在街上行一行 他看到有兩個中年婦人 是大陸的內地婦人 在馬路上 他異話不說 就想到 要去襲擊他們 他就把其中一個 用一個手肘 一肘 把其中一個傘 把其中一個傘 推出馬路上 好想就沒有車 那傘就跌到馬路中心 而這個鬆肘 他一肘的人 其實當他鬆肘的時候 他已經來到這個傘 會站起來和他吵 他已經想到 如何和這個傘 爭執了 誰知道 這個女人看一看 他看到他的萌生 那個女人竟然過去 跟他說了 一杯詞 他說對不起 然後他就說 你有錢 你竟然拿不成交 但是他就很膨脹 他就說 這種方法就是 用來對付王虎 用王蟲的王 他就說 我學了那麼多 太遠學了那麼多 就是用來對付這些王蟲 但就算你無論說 對自由朋友給人看法 但你看到這兩個無辜的 一個中年婦人來香港 買東西給你 推出馬路 人都不可以跟他這樣 這個人就是 一種反社會的現象 當然會看到 他們這些人 又會去 佔中很簡單 好像那個 上次的立法會 他們有一次 衝擊立法會 把玻璃弄破了 弄破了門 其實人們告訴我 當晚有個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衝進來 大概十幾個年輕人 瞞著臉 他們衝進來 打破了東西 他們在最快的十分鐘之內 全都離開了 然後就把罪名 賣去現場裡的人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 比較反社會 他們做的事情 根本是沒有任何的建設性 就是想來破壞的 是吧 打圈 打圈嗎 誰打圈 簽名 簽名時間 但是簽名怎麼簽 這裡 對了 剛剛簽名 我想你幫我一件事 我做了一件十我不捨的事情 就是我這本書的序 就是 臭大我弟弟的寶寶寫的 他的名字叫做 麥以下 不知道誰寫這個 就是牛以下 然後他就很傷心 我們這次贏了六千本 現在可能賣了五千本 這個還沒賣完之前 我們就不能把他的性 改回 叫第二版 所以幫幫忙買一些 你覺得我要糾索這個大錯 不要再說 Mary 他犯案是很精靈的 對這些 他反而沒有辦法 他肯定猜得到 好像你不是第一次 不是 我只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他 他本來叫梁靈忠 我叫梁靈忠 當然在那裡死 唉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簽名了 簽名就簽了 要買書才行 現在強迫銷售好像不是很好 他的名字就簽了 他簽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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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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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